欢迎回到庶民大头家 2019年爆发了私烟案 当时总统府警卫室的主任陈敏华 被记了一个大过 不料后来功过相抵就晋升了少将 而且事后他坦诚 他也买了50条的私烟 昨天被依照桃漏烟品税捐的罪嫌 给还起诉处分一年 注意哦 还起诉代表他有认罪了 对比两名承办的少校 一审被判十年以上徒刑 表示掌握的罪证非常的明确 陈敏华也已经认罪了 为什么最后买烟的身官 跑腿的被判了重刑 李文 我觉得看到大家的眼里 真的是不敢相信 在台湾居然我们的官场 是如此的腐败 这个还有天理 这个还有公平正义可言吗 官越大就做什么事情越没有关系 靠主子越靠近 靠总统靠皇上越靠近的人 就越有免死金牌 什么叫做他已经被还起诉 承认犯罪 那是因为他一开始是否认 后来是被人家抓到铁证了 所以才承认的 那这样子的人还当官 这样子的人还可以变成是 军中的表帅 军中的领导吗 我们来看一下相关报道 所谓问一下 所谓问一下 所谓问一下被记忆到过来 曾乔军有证意 我会质疑你的资格 明明是晋升典礼却落荒而逃 狼狈跑给记者追 参文永和官邸警卫室 上校前主任陈敏华 刺烟案爆发被记忆到过 不到一年竟还升少将 当时被轰车翻天 讽刺的是一年多后 北检默默发公告 确定陈敏华有罪 陈敏华一开始否认买丝烟 但遭爆料 他曾向少校吴宗憲定焉 传讯息给吴宗憲 要他处理一下 对话曝光 陈敏华才认罪 内谱的是陈敏华死烟案后 不但没事还升官 凡宗是今年六月 下属吴宗憲张恒家 分别被判刑十年 陈敏华却直到今年十月 才被宣告有罪 还起诉一年 死烟案小官都判重刑 小兵的判重刑 但是大官还要再拘升官 反正跟我靠拢的人 我就是吃香喝辣 有关系就没关系 没关系就大大有关系 风头上高高举起 风头一过轻轻放下 甚至就是升官的保证 这种重用自己人 却不讲求伦理 蔡英文的护短 真的是有名的 而且是被大家各界所认证的 不管你犯什么样的错 不管舆论有多么的反弹 只要你靠近他 只要你是亲信 真的做什么都没关系 当时爆发私认案的时候 全国哗然 就在总统府 而且是总统专机 真的太难看了 当时连国际媒体都登上了大报 真的是 2019年的时候 爆出国安特勤的 整个大规模 你看这一箱一箱的 全部通通都是 私自进口的 也就是走私的香烟 所以当时说不是走私 是带进来的 带错的 好 后来因为督导不周 他是因为督导不周 什么叫督导不周 就是下面的人怎么会干这种事情 你上面的人不知道呢 上面的人知道啊 而且是上面的还只是说 你要帮我处理一下 结果当时居然是只是因为督导不周 记了大过 所以其实总统府在整个调查 这件事情的责任的过程当中 就是想要大事化小 小事化无 就是想要糊弄大家通通过去 其实就是在欺骗全国的老百姓 难道他们不知道事实的真相是什么吗 那不但只记大过 记完大过了以后 可能记大过的时候就跟他讲没关系啦 再过一阵子就会生理官了吧 记完大过之后 果然2020年就当当当当 晋升少将耶 真的是舆论哗然啊 所以这个时候不需要有战功 不需要对国家有贡献 也不需要对整个军方 你做了什么样的一个表率 立下什么样的汉马功劳都不用 你只要是统治者的亲信 就算闹出这么大的一个乌龙笑话丑闻 都可以升官 结果后来检方继续调查 更扯的是 根本不是督导不周 他就直接传赖给下属说 要他们处理一下 抓到了 抓到了 他直接叫下面那个被判重刑 那两个倒霉鬼 叫他们处理一下 他也要50条 陈敏华 铁证如山才认罪了 结果呢 我们来看看这两个倒霉鬼 一个吴宗宪判十年四个月 一个张恒家判十年两个月 这时可是非常严重的重判 所以这不是走私吗 不然怎么会判得这么重呢 结果呢 只是他处理一下的这位大官 只是用逃漏税 缴国库四万块 法治教育六个小时 还还起诉一年 那不就是没事吗 就他买的那50条烟 比较贵一点而已啦 所以大官买烟 没事升大官 然后呢 下面呢 小兵呢 小咖的跑腿判重刑 那当时的总统府秘书长 陈局在干什么 蔡英文不知道吗 陈局真的不知道吗 鬼才相信 所以很多人就质疑说 在蔡政府的用人哲学 是不是有关系就没关系吗 最近有一个人 好像也没事 没关系了 他是指挥中心的王毕胜 王毕胜爆出了外遇遗云 不过陈时中部长力挺他之后 现在看来好像是船过水无痕 不过根据苹果日报的民调 却显示有66%的网友 投票认为王毕胜 应该要请辞下台啦 好 我们要请教一下学恒哥 因为有一个公务人员的服务法 第五条里面是很明确提到 说公务员不可以有 足以损失名誉的行为 所以王毕胜是不是有损失的 公务员的名誉呢 那他的乌纱帽 到底是谁在帮他保着护着 我们先这样讲 绿营现在主要的说法 就是个人私德与公领域的表现无关 所以我在这边呢 要特别夸奖王毕胜 那既然是这样子 我们不要谴责他私德 我们要夸奖他私人的表现非常好 记不记得指挥中心 每个人都有一个绰号 什么国民女婿 这个王毕胜应该有一个新的绰号 有损关间 简直是替指挥中心加分 如果今天每一个男人 都可以替别的男人养小孩 养到这种程度 我国还担心少子化的问题 所以王毕胜不要再做什么 衣服会执行长 他应该是少子化办公室的执行长 这样才是真正适财适所 适财适任 以后每一个单亲妈妈 都把小孩交给王毕胜来养 王毕胜可以筹到一个月六万块给他 岂不是天下之福 但是我这边也要跟王毕胜讲 毕胜兄你要小心 显然是跟你将来传说要接不讨有关系 因为这种消息我们怎么会知道呢 我现在这么钦佩王毕胜 帮他说了这么多好话 但我也不知道 他有这么多精彩的历史 他的原配怎么样 他的女儿有没有在读什么高中 其他东西我都不知道 那为什么有人知道 自然就是因为你是不是 人家说你要去接布桃 布桃以后如果变成医学中心 你等于挡了人的路 所以毕胜虽然为善不欲人知 养了人家的小孩 养了这么投入这么认真 但我建议你 光做好事不够 你还是要大声勇敢的说出来 然后再问说到底是挡了谁的路 谁想要接布桃的院长 那这样子大家讲清楚说明白 挡机器才方便帮你美化 才方便帮你说明你是一个多么好的国民爸爸 任何小孩到你手中你都全心全意的抚养 我觉得这个真的棒 那所以苏奎应该要给他一个更适当的位置 让他出来担任少子化政策办公室的代言人 我觉得这样才是真正的棒 替我们带来很多的这个乐趣 那所以王毕胜也不需要发文道歉 就是大家如果每一个男人都跟你一样这么加油 那台湾哪有少子化呢 对不对 这样讲白了 就请王毕胜还是要思考 重点不在于私德 而是在于派系有人要动你 那你到底挡了谁的位置 这才是重点 你如果想要继续帮助疫情 当拆弹专家的话 可能先要解决你挡住谁的路 挡了谁的利益 这才关键 所以因为他挡人才路了 所以他为善不欲人知才会变得人尽皆知 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王毕胜虽然发文来道歉了 不太强调说他负责的工作 还是会依照指挥中心的指示 不会受到任何的影响的 国人现在都感觉到疫情趋缓 好像应该回归正常生活了 叶金川也呼吁说指挥中心的戏码 似乎是应该要散场了 好 但是指挥中心解散的条文 可是又写得很清楚 要由指挥官报请行政院来解散 也就是说这指挥中心营业到什么时候 是陈时中说了算 所以我们要请教一下韩冰 所以说看起来王毕胜的官位 应该还是做得蛮稳的 因为反正只要陈时中一天不宣布解散 指挥中心的戏就可以一直一路演下去 你看陈时中对王毕胜事件的反应 你就知道了 照理来讲你是他的主管 你的下属除了这个事情 你没有都是公务员 正常来讲你应该要主动去调查 结果呢 陈时中的回答是什么 这个跟他的公务没有关系 所以我们静待水落石出 意思就是我根本什么事情都不会管 我根本不想去管这件事 这摆明了独职 那为什么 因为王毕胜现在本来不是他人 但现在已经变成他爱将 所以呢他就牢牢地保护住 他根本外面也怎么讲 他理都不想理 至于你们说现在疫情趋缓啊 会不会解散防疫指挥中心啊 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他们前两天有记者问他 说那请问一下 大家是不是可以接下来下一阶段 是不是大家都不要戴口罩 结果你知道他的回答是什么 要不戴口罩的疫情 全世界的疫情不是台湾的疫情 全世界疫情完全结束 然后他自己就讲说 这个疫情要结束恐怕还要很久很久 那意思是什么 就是不会结束嘛 那很简单他现在的目的干什么 留着防疫指挥中心 你看陈生中已经无聊到 每天在那个 那个下午的记者会在那边 跟记者那边倒退购 甚至在那边讲说 你要打高端我带你去打 我现在就去any time 连这种无聊的话都可以讲出来 他已经闲了没事干 但他为什么要留着防疫指挥中心 请大家不要忘记哦 防疫指挥中心有一个非常大的用途 因为只要防疫指挥中心存在一天 我们都是处于一个半戒严状态 民进党随时可以利用防疫指挥中心 来要求你很多违宪不合理的事情 他都可以要求 不要忘记他到现在一直要求实名制 为什么 为什么 其实台湾现在疫情很松懈啊 很就很缓和啊 大家再来讲不需要紧绷成这样 他为什么一直要求实名制 理由非常简单 我这样才好监控你啊 那只要有防疫指挥中心存在一天 他在政治上利益非常非常大 然后只要一旦出了什么问题 现在这一切都是因应防疫 所以你这一个在野党不得咨询 到现在你看疫苗监督小组成立到现在 你调到什么文件没有 你能够查到什么事情的 完全没有 但如果防疫指挥中心一旦解散 他就没有理由去挡这些东西 所以防疫指挥中心存在 对民进党来讲有百利而无一害 所以他就用力留在这边 随时就是一个上方保健 遇到什么困难 就直接拿这个疫情出来压 所以他不可能在短时间之内 除非等到全世界真的疫情 实在是都没有了 他不得不解散之外 在世界上只要有疫情在了一天 只要亚洲在周边的国家 还有一些这种东西存在 抱歉他永远不会解散防疫指挥中心 对啊 不过指挥中心的存在 不就是为了要防疫吗 而航空机师在拘减期继续飞 对防疫可是有很大的危害 但是指挥中心怎么不管呢 国籍航空现在又传出的机师确诊了 是一名长荣航空的机师 因为他在拘检期又被派飞 飞到了美国的安克拉制 结果返台检疫五天起满就确诊了 指挥中心研判 是在外站或是在航程途中感染 又有机师染疫 长荣航空一名美籍机师 10月17号直飞洛杉矶后 返台拘检期间又派飞美国安克拉制 拘检五天起满验出PCR阳性 飞美国的这个直飞的期间 有外站或者在航程或什么行中感染到 但拘检派飞争议再度搬上台面 因为10月初才有一名国籍航空女副机师染疫 也是在直飞美国后 拘检期间又派飞新加坡之后确诊 染上Delta东南亚病毒株 机师工会发起黄飘带行动 要求政府拘检不派飞 避免交叉感染 每个月三天喘息日 让机组员保有三天自由活动时间 拘检的再派飞 导致我们现在匡例的组员 比以往要来的更多 指挥中心统计 加上这一例确诊机师 9月起国际航空机师 已有5例突破性感染个案 境外突破性感染率变高 机组员拘检问题 势必得再检讨 拘检期间派飞 一次因为碰到了太多的机组人员 每次匡列都匡列一堆人 然后再来拘检期派飞 完全没休息到 所以先前就有外籍机师 疑似是长期检疫拘检派飞 过劳猝死 那么现在有三千名机师 在防疫旅馆这边 他们就说 我们要发起一个黄飘带的行动 要来挂黄丝带 来帮这些人来声援 可是很奇怪的是 奇怪了 现在竟然说 因为防疫旅馆太靠近机场了 会影响飞安 所以就要求这些机师 不可以挂黄丝带 把这个黄飘带 通通都给撤下来 我们要请教一下大千委员 蔡政府不是最会沟通的政府吗 结果他们要诉求说 希望能够让这些机师 不要过劳死 这么软性的诉求 竟然还会被打压吗 我想台湾人民 大概没有人会相信 蔡英文政府真的是一个 最会沟通的政府 因为从先前 她原本讲了很多文青的漂亮话 讲得让大家感动感激的一些发言 告诉我们说 如果抗疫的声音不够大声 也可以来大声用力地拍桌子 但是事后我们所看到 蔡英文的表现 跟她原本所做出来的这些表态 是有天差地远的落差的 所以现阶段我相信在台湾 大概没有一个人会相信 民进党政府是有沟通的能力 而且有沟通的空间 但是我要讲的是 事实上长城航班机组员 在第一波本土疫情爆发之后 就从原本的三加十一的隔离政策 改到现在的五加九了 那么虽然改到了现在的五加九 但是因为航空公司跟民航局 他们走了一个巧门 原本我相信台湾的民众 大家共同的认知是这五加九 就是他真的乖乖地在宿舍 或者是隔离饭店隔离了五天 然后再回家再隔离了九天 十四天完成确认 说他没有染疫之后 才可以执行工作 不是的 他们现在采用的方法 就叫做拘检期间仍然可以派飞 所以在这五加九的时间当中 随时可以被抓出去继续执行 继续来做长城航班的任务 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其实他极有可能会造成 一个防疫的破口 因为你没有完成五加九的 检疫的过程 坦白讲就不可能确定 这个人没有染疫 我们之所以要定五加九 做三次的PCR的检测 其实最主要原因就是要确认 这个长城航班基础是安全的 他没有染疫 可是如果今天航空公司采取了 这种拘检期 还可以派飞的方式 当然他可以节省他的人力 可是另外一方面 他就极有可能造成防疫的破口 因为如果这位机师 他没有完成拘检的过程 然后他就派飞了 他派飞的时候 跟他合作的又是另外一群 机组员的团队 所以他极有可能因为他的染疫 而把这个疫情不断地扩散 虽然这个指挥中心认为说 反正我阻绝于国境之外 不管你们多少机组员染疫 都可以被我挡在门外 但是事实上当这样的一个破口 在这个机组员之间传开的时候 当然也有可能突破 我们现在的这个决战边境的防线 所以其实指挥中心 必须要认真的来面对 拘检期可不可以派飞 这样的一个问题 这已经不仅仅是过劳的问题 这已经不仅仅是 这些长城航班机组员的 这个身心状态的问题 它更严重的是冲击到了 台湾现在的防疫 决战边境的政策问题 那么第二个就是说 事实上我刚才也提到了 如果今天这些长城航班机组员 它在居检期间 它还可以派飞 几乎据我了解 这些长城航班机组员很可怜 他们几乎根本没有时间 看到他们的家人 他们不是在隔离 他们就是被派飞 所以他们派飞到海外的时候 他们一样是隔离 因为现在长城航班的 机组员的这个相关的规定是 你到了外站之后 你直接要进饭店 你不能出来 然后接着下 你在出来的时候 就是要继续执勤飞回来了 所以对于长城航班机组员 他们自己的生活品质 跟身心状态 当然造成了很大的压力 因为你不断地在 重复这样的过程 几乎我是一年365年 都被关在一个房间里 只是这个房间究竟在台湾 还是在海外而已 那当然才会造成了 我们后来看到的 这个过劳的状况 所以我认为说 其实指挥中心也好 民航局也好 不管是基于防疫政策 或者是基于身心安全 其实都有必要来落实 现在长城航班机组员的诉求 就是一个月他们只要三天 其实很少 他们只要三天 这三天可以让他们不隔离 不派飞 也就是说 他们只要有三天的时间 可以陪伴他们的家人跟孩子 我认为这已经是一个 很卑微的要求了 就是一个月31天 30天 他只要三天的时间 他可以27天去执勤 27天被隔离在台湾 或者是外站 他都愿意这样接受了 那么为什么我们不能给他三天 那至于这个航警局说 会影响飞安 所以去制止了 他们的黄飘带的这个行动 其实我觉得 这根本就是个鬼扯 防疫旅馆的高度有多高 黄飘带会飘到天空上去吗 与其有这么多时间去管黄飘带 不如去管一下 这些什么无人机 或者是去管一下 所谓的鸟籍问题 都比较实际一点吧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